我们关注到近期有一些我们的网友的确是存在这样的担心 也是因为岛内有一些网友提出了一些非常挺恶毒的一些想法 那么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大陆是一向禁止在动物的养殖过程中使用莱克多巴胺 也严禁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肉类产品 同时因为台湾地区有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等疫情 为了防范疫情传入的风险 大陆是严禁台湾地区生产或者由台湾地区转运的肉类产品输入的 为了防止有关肉类产品从台湾流入大陆市场 近期大陆有关部门已经加大了查验力度 已有海关从台湾寄往大陆的邮包 或者从台湾入境大陆的旅客行李当中 发现了一些肉及其制品 含肉食品 含肉调味品等等 比如说肉松 猪肉糊等 这些都已经按照相关的规定处理了 如果消费者发现市场上有来自台湾地区的肉类产品 可以向当地的监管部门来反映 我们也请广大的消费者通过正规的渠道 来去购买进口的肉类产品 感谢观看